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14日7月13日,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ALS节目 距离10月3日的这个美国总统选举投票呢,还有整整20天 虽然呢,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至少是600万美国选民已经提前投票了 他们可以用这个邮寄投票,或者说到现场提前投票的方式 但是最终还是11月3日,这个大部分的美国人会选择那一天来投票 在这接下来20天的这个短短时间之内呢,特朗普有没有机会来进行一个这个上上次一样的这个逆转呢 理论上说呢,是有可能的 尽管呢,这个时间留给他的已经不多了,而且是越来越少 而且呢,他现在这个选举形势也没有出现一个很好的这个转变 我们可以再来今天关注一下这个美国总统选举的这个形势啊 因为毕竟只有20天了 根据这个538这个网站呢 他现在拜登获胜的这个概率呢,已经是增加到了87% 这个呢,已经是到现在为止这个拜登获胜这个概率最大的时候了 之前呢,大概两三个月以前夏天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一般都是六十几,六十大几 有时候呢,是七十出头 但是过去这一个月呢,是一直飙升 特别是特朗普被感染了新冠这个病毒之后呢 也是一直往上升,他并没有给这个特朗普带来 我们不少人这个料想之中的可能会引起大家对他的同情啊 或者说是他这个感染恢复之后 让人觉得他像是一个这个王者归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momentum 很大的气势 反而呢,是对他的这个民调是有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现在是87% 而且到现在为止预测拜登的这个选举人票会是在三百一十八张左右 而二百七十张呢,是这个获胜美国总统竞选的一个门槛 我个人呢,并不认为这么的这个乐观 但是我觉得呢,拿到二百八十张还是这个非常大概率的事件 基本上是这个百分之八十七都能是二百八十张机器以上 能不能拿到这三百一十八张,能不能拿到三百张这个呢 就是看这个拜登的造化了 他其实呢,并不需要赢的太多 因为赢太多的话,这些票也是浪费的 就是说,just get enough 只要是足够的超过二百七十张就可以了 而超过二百七十张,我之前一直给大家说的呢 那就是要确保赢下这个宾夕法尼亚州 大家可以看这个宾州呢 一直在这个摄星图上是一个这个tipping point state 就是谁拿下这个州,谁就能够赢得这个总统竞选 尽管其他的这些州的这个次序呢 有些许的这个改变 根据民调的这个变化呢 但是这个宾州一直是在这个关键的到达第二百七十张选举人票 我今天为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呢 一个是距离总统选举还有二十天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摄星图再次有了变化 从大概这个两周之前 十月一号之前 我给大家做第一期美国总统选举的这个深度分析专题以来呢 当时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州呢 是往前到了北卡莱纳 然后前一段呢又往前进到了俄亥俄 然后今天我非常惊喜发现 竟然这个佐治亚州都变蓝了 根据这个538这个模型啊 它这个是一些民调综合 我们如果把鼠标放到这块的话 就能够看开它这个预测的 在这个州的这个普选票数 我们可以看放到这儿 大家可以看见它现在呢 到现在这个点为止 佐治亚州微微翻蓝 它预测拜登是能拿49.7%的选票 而汤普能拿这个州49.5% 0.2个选票 这个呢不能太相信 俄亥俄州呢也是领先0.2个选票 所以拜登呢也完全不能相信他能拿下俄亥俄州 而北卡莱纳州呢是反而是增加到了2.5个这个差距 亚利桑那州呢是基本上是3个百分点 佛里达州是3.5个百分点 但是这3.5百分点呢 这个不能完全信 因为呢仍然要考虑到像上次一样 有可能会出现的民调失准的情况 尽管2016年这个民调总体来说呢 在普选票 popular vote上是非常准的 就是说夏里领先2到3个百分点 跟最终结果非常吻合 但是呢因为这个各个州的民调 他并不好来这个预测 所以呢在一些关键战场州的民调呢 都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失准 基本上是5个百分点这个失准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 就是还要谨慎起见 在这上面得到的这个普选票差距呢 还是要给拜登减去5个百分点 尽管我们知道呢 从这个2016年之后 民调大规模失准这些民调公司 做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呢 来抽样更加准确 比如说把这个受教育程度呢 也作为一个抽样的一个这个feature 加了这个没有大学学历的人 还有这个有大学学历的人 我们知道这个2016年总选局 没有大学学历的这个白人呢 使特朗普是狂胜了40个百分点 这个呢也是基本上是影响了这个西亚里的这个胜率 所以呢 尽管这个模型 现在各个民调公司肯定是比2016年要强很多了 这不像是有些这个阴谋论者说的啊 这些民调公司就是给钱 给钱就可以给你做出来像你这样的民调 我觉得并不能一概而论吧 肯定是比2016年准 但是尽管如此呢 我们还要假设现在各个民调呢 还跟2016年一样差 特别是各个州的民调 所以呢给拜登减去5个百分点 再到纳布拉斯卡第二卷区 它是领先这个超过5个百分点 差不多5个百分点 然后这个宾夕法尼亚的 大家可以看现在是6.5个百分点 所以宾夕法尼亚州还是比较这个安全的 起码到现在为止啊 你看都是拜登领先的 这个比较多一些 少的也是23个百分点 所以如果真的就像这23个百分点民调这样的话 那拜登还是有一定的危险 但是他绝大部分民调呢 还是比较这个高 再看最这边的这个佐治亚州和俄亥俄州 佐治亚州今天翻蓝 但是呢你看这个其实呢 特朗普还是有一些民调是能够获胜的 就是小赢1到2个百分点 只要小赢一点点他能算赢 同样的俄亥俄州呢 还是有这个特朗普获胜的民调 反而更多一些啊 就是说3个百分点4个百分点 所以俄亥俄州呢就应该给这个特朗普 这些都是不需要这个想太多的 同样呢这个宾夕法尼亚州 是北卡路莱纳州 这个是领先4到5个百分点 拜登 但是呢也是不能假设他能够赢北卡路莱纳州 亚利桑那州呢这个稍微多一些 虽然有一个这个认为这个特朗普能够赢4个百分点 在亚利桑那州 而这个民调呢 这个摇摆州民调一向是特朗普赢的 但是他呢是有可能把这亚利桑那翻栏 至于佛罗里达呢 虽然拜登呢是都是有领先的 但是也有小幅领先两个百分点的 还有特朗普偶尔领先的 也是这个民调 一向对这个特朗普比较友好民调 所以也不能完全确定他能够赢下佛罗里达 而佛罗里达州呢是 这个竞选投票日当晚少数的几个 当天晚上就可能知道这个结果的州 而其他一些这个战场州呢 是肯定是选举日当晚不可能知道结果的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邮寄选票 特别是2016年特朗普翻蓝的 翻红的这三个这个铁锈地带州 宾西里法尼亚州 密歇根州和这个威吉康星州 这个是百分之百不可能在当晚就出结果的 所以这三个州呢还要需要再等几天 但是有几个这个战场州 有可能是当晚就出结果的 是哪些州呢 这个德克萨斯州 因为德克萨斯州呢给的这个 给这个邮寄选票呢是比较严格 比较少 同样呢还有这个佛里达州 所以最人关注的在当天晚上呢 一个是德克萨斯州 一个是佛里达州 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佛里达州 看能不能啊 每一方拿到佛里亚都一旦这个特朗普没有赢下话 那基本上就没有可能这个取胜了 所以这个呢也是到现在为止这个选举的这个形势 总而言之呢 从民调上看呢 这个拜登是一片大好 但是还有20天 20天呢也有可能最终出现这个逆转 特别呢是像上一次总统竞选最后一周的时候呢 很多的这个中间选民倒向了这个特朗普 而不是说倒向西亚里 而很多这个民调呢 特别是各个战场州民调呢 在最后一周就没有再进行这个民调 因为他们看这个西亚里领先又是比较大 而这一次呢 最后这个选举前一周的民调呢 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好的今天就带来说这么多 非常感谢收看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您支持订阅频道 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再做一个视频 就是说为什么特朗普还是有可能取胜的 好的我们下个视频再见